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消防局人员联同团体及方会负责人进行排查 涉及的排查商户主要集中在台山区及青州大马路一带 排查过程中也会按商户不同的撤离意愿 分别贴上蓝色、橙色及红色的颜色贴纸作为识别 另外演习亦都模仪低华地区出现严重水浸 受影响的市民有罪疏散到工人体育馆避险中心 而当中分别安排包括安全有罪撤离、快速安全撤离 紧急逃生疏散三种模式 以及进行点对点撤离以及协助需扶助人士撤离 同时消防局也派出广播车在所负责的区域播放撤离讯息 除了模仪了协助低华地区的市民进行疏散撤离之外 亦都是进行了两项的消防专项议念 分别是巴士翻侧交通意外议念 和西环大桥下层隧道交通意外议念 都是模仪在台风期间突然发生的交通意外 首先就是介绍巴士翻侧交通意外议念 消防局是在卫生局和建筑机械工程商会的协助下进行 主要的目的都是测试在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 对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和沟通机制 演习就是模仪在台风期间 有一辆承载着需要进行意外观察的人士的巴士 失控撞上路博翻侧 同时一辆后方的私家车因为受制不及撞向巴士 消防局接报之后就立即派出特勤救援队 一共10架紧急车辆和64名消防员赶赴现场 由于现场的疲惊者是需要接受医学观察的人士 消防局按照既定计划进行搜救、车辆解困、洗销 和为伤者进行狐狸等等的工作 并由建筑机械工程商会派出大型吊重车协助 将邵氏的巴士升起 确保底部再没有其他人被困 另一个演习就是西环大桥下层隧道 交通以外演练 消防局就联络了多个部门进行这个演习 无疑在台风期间 两部私家车在大桥下层的隧道发生碰撞 其中一架私家车车头着火 司机受重伤被困车内 消防局接报之后就派出共11架紧急车辆 45名的消防人员进行拯救和疏散的工作 两个的专项演练角历时30分钟 过程都是达到预期的效果和顺利的 消防局在事后亦都进行了检视和休法的工作 以便在真正发生意外的时候 能够迅速和有效地执行救援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